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就好像 我們的手機的蓄電池一樣 那手機的蓄電池來講 我們大概裡面 近600顆手機的蓄電池 這個一箱裡面有600顆 對 近600顆 然後我們把它做串連並連 變成我們太陽門車 能夠用的蓄電池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線 對啊 好多線喔 我們比賽的時候 這個蓄電池是不能夠更換的 所以大會都會把那個線穿過去 防止我們 如果說哪個蓄電池壞的時候 把它抽取更換 就等於是說他們要看你們 這一個能夠用的問題 對 而且是在整個比賽當中 不能夠去更換蓄電池 所以那個車殼外面 曬的太陽能之後 是儲存在這個電池 它可以把這個電能 儲存在蓄電池 然後也可以把這個電能 儲存在我們那個 傳動的馬達 所以兩邊都可以一起 對 然後當然如果說 車在行徑當中 下來的電夠 它是直接讓這個車子馬達行徑 直接就會讓它循環 有過多的時候它傳到蓄電池 不行 我想問一下 我剛剛看你在操場開這個車 開得超順手 不像我這樣卡卡 你開這樣多久了 從你開始學 我是去年有一起去澳洲 我去年有去澳洲 然後是當那個儲備的順手 所以你平常開 你覺得開這個太陽能車 最好玩的地方在哪 我就覺得它可以 就是上面有很多控制 要控制很多東西 那你自己要去掌控 然後要回報一些 像是用無線電應該有 就是要回報 回報你們的人員這樣 現場的車子裡面的狀況 或者是 或者是有什麼狀況 然後馬上這樣控制 就是一個配合 就是跟外面配合 不是說 就是團隊 不是說你自己想要怎麼樣開 就怎麼樣開這樣子 然後有什麼 車子上有什麼狀況 就馬上就再開 平常你們在工作室這裡 你平常跟學生互動 你們在這裡都是做些什麼樣的 在這邊 可能是我們 那個 討論的一個地方 比方說我們 可能會把我們所有的進度 在黑板 列下來 寫在黑板上 然後 然後每一個進度裡面 可能有某些的組件要加工 應該是某一個 學生 應該去加工的 那它應該是在什麼時間完成 然後同時一些設計圖呢 我們會把它擺這個地方 也許有些人是在做一些設計的 那按照這些的一些流程 每次或每個禮拜 定期的做一些狀況 進度的一些展示 所以像這個車子 也是要定期保養的對不對 對 因為有時候比賽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車禍 那車子會 畢竟會受損 然後同時有些展示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不經意的摸到 或壓到的一些什麼 我們也要隨時的去做一些 維護 把一些破掉的一些 或受損的一些組件做更替 那像你們車隊這麼多人 你們怎麼樣培養 一個人對摸起 通常這樣就是老生帶犀生 那一些加工技術來講 可能他們平時在學校裡面 有學到一些加工技術 但是不一定是適合 加工這個車子上的組件 那因此我們大概都是 老生帶著新生 開始從設計圖 或者是加工的這些 機具的一些訓練 讓他們慢慢的上手 能夠獨當一面的去做一些 加工的一些工作 所以你們車隊其實很重要 還是團隊的關係 就是不是只是一個人在開車 是其他人這樣也是幫忙 這是很重要的 團隊的時候通常開車只有一人 但是其實前導車跟後衛車裡面 坐的人可能坐了十幾個人 對 那一有狀況的時候 可能馬上要換輪胎 所有的人就要衝下來 讓這個車子 在一個最安全的狀況底下 換輪胎 然後同時駕駛呢 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再讓這個車子又準備上路 這我想是滿重要的 那像你們每一年的設計出來 車子車型都不一樣 是因為他們比賽有規定 我們大概都會鎖定 大賽的一個規定 那大賽的規定 在這幾年變動得非常的快速 所以也是希望這個太陽能車 競賽用的太陽能車 能夠商轉到一般的轎車 所以在這幾年來講 它慢慢走向了 以一般可以商轉轎車化的開花 那個研發這樣來走 那因此目前這個車子 大概在今年來講 我們可能就已經開始準備 明年要設計車子的 這樣子一個外型 所以你們明年的設計圖 那些都已經出來了嗎 基本上都已經完成了 現在在做最後的一個製作 在哪裡 明年的設計圖 新的 對 那可以跟我來這邊 那我們要去看看 明年他們比賽新車的設計圖囉 這是你們2013的新的模型嗎 對… 那目前在做的事情 是我們明年打算要參加 2013年澳洲世界太陽能車大賽 我們要做它的一個外型的設計 那目前設計圖好了之後 我們先用那個手工 打造出來它的小模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同學現在來做的這個就是 就是在這上面已經有一些 想要當作新車外型的一些設計圖 那這些設計圖 要到真正的一個模型 我們還先經過手工 由這些發炮做出來一些的樣品 那這隻車是你們自己畫的 自己設計的嗎 對…就是學生們 大概根據它的一些想法 構思的一些 這已經就像是世界級跑車型 就是已經是變成四個輪子了吧 目前世界大賽慢慢走下 能夠讓太陽能車商品化的一個路徑 就是以後我們在路上 一般人也可以開著 對…就可以看到 這個車就是太陽能車 但它可以在路上跑 好… 做完模型之後呢 我們可能還會去做一些測試 比方說風洞的測試 看它的風阻力是不是最小 那我們要最小的風阻力 才能夠在未來的比賽當中 就很少的能量 讓它可以跑更遠的距離 那像比賽通常都會有哪些規定 就是車子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車 坐出來一定都不一樣 對…通常一個比賽來講 好…在澳洲的比賽是3000公里 它早上大概是8點鐘開出去 然後晚上5點鐘你就要停 那這個比賽來講 它對於整個車子的要求 從早期的太陽電池模組 可以鋪8米平方 到近幾年… 對 太陽電池 它近幾年只能夠鋪6米平方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小 那配合它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我們車也會越做越小 第二個就是說 車子的駕駛座 以往可能車子為了要節省風土 人都躺著開車 對… 躺著開車 到現在呢 人已經可以坐著 像我們在辦公室坐姿一樣的 90度的坐姿 這樣子來開車了 所以這是規定的這個 對…然後慢慢的視野 看出去的視野 要能夠掌握到 幾乎是你前面 270度的這樣的一個位置 都可以看得到 環繞式的 都可以看到外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路況 所以呢 對於你的駕駛昌照 也慢慢的就更安全了 對… 孫教授你當初怎麼會想要走進這個 太陽能車這一塊這樣 對…我大概在1993年後 我博士的那個學校 念博士在美國的密西根大學 那密西根大學呢 是在全美做太陽能車 最有名的大學 所以呢那時候就有一個感覺 未來如果回來台灣 希望帶著一批台灣的學生 能夠像美國學生一樣 參加… 由自己打造的太陽能車 去參加世界大賽 對… 所以就這樣的一個感覺 對… 那1995年回來台灣之後 又在南部交出 對… 那南部的太陽實在是 非常的充沛 非常的充沛 所以啊 這感覺 就讓我想起來說 我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那從1997年開始做 98年做了阿波羅一號之後 就每一年兩年 我們就有一部新車 直到現在已經是第六代了 對… 這樣延續一下 而且參加了十次的世界大賽 哇…十次耶 在國際上 如果打阿波羅這樣子的一個關鍵字 可能可以看到我們有很多項的歷史紀錄 已經有四次的世界第二名的紀錄 那這樣子 教授在這個過程中 心路歷程有沒有最… 就是曾經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派陽能車的研發 最困難的大概就是經費 經費 因為每一台車都很貴對不對 對…因為那個派陽電池 其實是一個滿貴的組件 我們要把這個車子跑得更快 我們需要有更高效率的太陽電池 那更高效率的太陽電池呢 它的價格相對的就是更貴 那有時候呢 還不適合我們本國廠商 可以打造出來的這樣子的效率 那還要向國外去進口 那此外呢 第二個就是 我們每一代學生 陸陸續續的畢業 能不能把我們車隊的這種精神 跟製作技術 延續下來 沒有接國…沒有縫的 讓它能夠傳遞給新生 也是滿重要的一個訓練 原來是這樣 我看到那邊有很多個地圖 那邊那個地圖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我們在去年到澳洲去的時候 可以看到世界有20多個國家參賽 對啊 好多個 然後呢 在台灣 那個 只有我們這個車隊去 對 那同時呢 世界賽呢 在這個網站上面 也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籍 哇 當作它一個參賽的國家 很有代表性 對… 所以這些國家都是去年引起 去年到澳洲去參加的比賽 你可以看到說 像美國加拿大 像那個土耳其 日本 韓國 甚至於到東南亞的那個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新加坡 還有澳洲 澳洲自己的一個車隊 還有歐洲很多國家 瑞典啊 或者是德國啊 都有隊伍參賽 所以其實現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國家 大家都已經世界在研發太陽能車這種東西 對不對 其實台灣現在就是會只有這邊在做 其實世界上做太陽能車是從1987年開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競賽 所以呢 那個我們還不是最有歷史的一個車隊 那有些車隊呢 大概從1987年一直到現在 都陸陸續的打造了太陽能車 所以我們那個 在這些比賽當中 我們是不斷的藉由比賽 獲得一些新技術的交流 然後讓我們有一些想法 能夠用在我們下一個競賽 對 就是一直這樣不斷的進步下去 進步下去 哇 教授跟他的學生真的是付上大代價 而且又很用心喔 就是教授一開始是一個很簡單的理想 就真的幫台灣的學生完成這個夢想 就是可以開著自己坐著太陽能車到國外去參加比賽 所以觀眾朋友們 2013喔 教授他們還要再去比賽 大家一起幫他們加油打氣 好 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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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藤蔡